陳時中放森 支持者熱情高喊動森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前往大同區保安公參拜 小雞們對屌屌 高人氣的陳時中所到之處 宛如小型造勢場 廟方特別素描 送上陳時中畫像 但就在投入選戰之後 接連拜廟行程 今天再度碰上意外插曲 如果我有私底之處 向阿中部長鞠躬致歉 子受傷一男子 鏡頭前鞠躬致歉 他就是前一天到萬華陳時中受訪時 有三次陳情民眾 意外成為政治攻防焦點 特別現身說法 強調並非針對陳時中 其實還原前一天記者訪問時 這名男子是這樣喊的 臺灣的情報也是個動態 建選總案 吳思瑤也曾經致報收過陳情 抗議男子原來是零二零六齊權 受害自救會成員 沒想到錦麗為安 讓藍白剪刀槍 嘴巴上講以民為先 但是就是把民眾拖到旁邊 嘴巴上說責任來我就扛 但責任還沒來民眾就被扛走 那對於萬華現場民眾有意見 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 那請大家盡量去傾聽 民眾大概不會有人每天沒事故意去找這些麻煩 駕走民眾的萬華分局也成親 依警執法將其勸導代理 是避免支持群眾和臣民發生衝突 這事情大家都是同理心 警察有維持治安 維持這樣的一個秩序的一個尺寸 我想對各個候選人都會是一樣的 民眾承情財產權受害 竟被謙承成抗議萬華疫情破口 北市撒卡都嗅到濃濃或藥味 三零七雲零開局馬日文台北報導